現在我們真的來做一下 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我們就是會遇到所謂的中文字型的問題 那順便補充一下剛剛我們講的就是在這裡 如果萬一你版本選錯了 就從這邊按新鍵就可以了 好 新鍵就可以 好 那麼你點到這邊 假設你這個是你要改的字 你想把它變中文 你點到它之後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滑鼠直接點兩下 左鍵點兩下 或者這裡是不是有個編輯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進來了 可是呢 你可以打中文看看啊 我現在打的是中文 它會告訴你 你的字型是沒有辦法顯示 好 那怎麼辦 來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在這裡 你看你點進來之後 右手邊這裡 這邊會抓你電腦裡面的字型 好 字型 那你可以找看看你的中文是哪一個 看你要哪一個 我們這邊可能沒有太多中文吧 對 就標準的這幾個而已 好 標準的這幾個 至少有微米黑 這個我是不知道 好 來這裡有沒有 微軟正黑一題 反正我們裡面沒什麼好選的 但是呢 你注意一下 第一次用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動作 因為它必須要把字型轉換到裡面去 所以你可能會稍微等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才說如果你可以的話 是大概兩到三個字型 中文字型啊 英文字型就比較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英文字型小很多嘛 26個字母加上一些符號啊 大概就OK了 可是中文字請問是幾個字 常用字就6000多個字嘛 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間會一點點 好 以我們這邊電腦速度來講 應該是都還好 只是說還是要一點點的時間 這樣了解嗎 它說你可以去喝咖啡一下哦 你剛剛有注意到吼 他有叫你去喝咖啡哦 哈哈哈 好 那我就這樣就可以了哦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字體OK的 來 我就在這邊打看看哦 有沒有發現這樣可以了 好 那麼你打進去之後 欸 超過了怎麼辦 拉一下 這是不是叫文字框 對不對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 我應該就不用講太多 那麼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呢 變大 變小 出題 所以就要在這裡了 所以你的顏色呢 從這邊 再講下去你就覺得我囉嗦了 反正就這樣子的 拉如果不喜歡放在這裡 你自己移一下 點到它應該知道上面這幾個點的用意了吧 旋轉一下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欸 其實有時候 歪一點 也會有視覺效果 不一定要那麼正啦 就是你可以自行 考量看看 因為有時候歪一點點 效果還不錯 OK 來 還給你吧 所以中文就這麼簡單 但你只有第一次用的時候 就是剛剛那個要稍微等待一下 你第二次用第三次用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謝謝你 谢谢观看